最甜美的这个morning call 小汤圆要来帮大家读读报 我们要先看到的是呢 行政院昨天通过了房地合一税2.0草案 延长个人短期交易适用高税率的时间 并且会将预售屋境内盈利事业 也纳入课征房地合一税的范围之内 那财政部呢预估房市交易量最多会减少三成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为了防堵投机客利用预售屋炒房 政府祭出了重税 预售屋从签订契约起就纳入了持有时间起算 防堵预售屋红单转卖在交屋后 这个时间归零重新起算 那政院昨天是通过了所得税法修正草案 境内个人卖出持有两年内的房地 将会克征45%的税率 2到5年克征35%的税率 那5到10年克征20% 持有10年以上则是维持15%税率不变 非境内个人若卖出持有两年内的房地 也是克税45% 超过两年则是克征35% 好所以现在呢 这个打炒房的方向难道是搞错了吗 因为我们来看哦 这个行政院他们昨天就是通过了嘛 房地合一税2.0 但是有真的落实居住正义吗 好显然不是哦 因为现在的房价所得比9倍多 加上市场利率低 资金宽松轻微的房价震荡后 年轻人依旧是买不起房子的 而且更令人忧心的是 这次的政策呢 完全搞错了方向 因为根据内政部的说法 现在主要是法人屯房 买家又是以金控保险居多 所谓房地合一税2.0 无疑是拍苍蝇根本打不到老虎 那政府就推动居住正义 应该要更加的琢磨 只租不受的轻盈共居宅设宅等政策 才能够真正的解决民众居住的问题 不过当年蔡总统曾经承诺 8年20万户的设宅 如今5年过去了 只完成1万户 那居住正义是否只沦为选举口号 令人存疑 好再来我们要看到的是 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 昨天呢 他是前往立法院财委会 来进行业务报告的时候 立委直询的关注焦点 当然就是台湾 将会遭到美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吗 因为美国的财政部呢 美国主要伙伴 这个外汇政策报告 预计4月发布 那如果是以判断汇率操纵国的 三项标准来看 包括了贸易顺差超过200亿美元 还有经常涨顺差超过GDP的2% 以及汇率干预金额占GDP比呢 超过2% 那台湾三项的评估标准 全部都达标了 所以是有可能会被列为汇率操纵国 不过杨金龙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爆发 远距商机庞大 对我国资通讯产品需求大增 不是因为汇率因素 加上全球央行QE政策 导致资金全球流窜 又有陆美贸易战非常大的影响 因此美国这三项标准恐怕无法适用 因此杨金龙是强调 不至于有利己的影响 也不必太过担心 好那接下来我们镜头要转到大陆了 大陆的全国人大会议11号下午以压倒性的2895票 同一票通过了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 未来香港特首与立法会选举的时候呢 候选人都需要先通过爱国者审查机制 未来选出的香港特首的选举委员会成员 与立法会议的议员呢 由非选民直选的比例将会大幅的增加 那这项决定授权的大陆全国人常委会 来修改香港的基本法 附件一与附件二的特首与立法会产生办法 那具体选制方案 预计呢 人大常委会大约会在4月中的时候通过 然后进行香港本地立法 那预计9月的时候会先举行选举 选委会的选举 那延到12月再选举立法会 那大陆全国人大会议有关香港选制的决定呢 是如预料般哦 在只有一票弃权之下是通过了 那在4月的时候 大陆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决定之后 香港政府将会拒之向香港立法会提出本地立法的草案 通过后就立刻可以实施新的选制 那先在今年底12月的时候会选举香港的立法会 然后明年初会选举新一任的特首 好那镜头转回到我们国内 交通部航港局爆发了重大监理弊案 有一名五职等的这个送信记佐 只手遮天收贿发放游艇驾照 那时间恐怕是超过10年之久 堪称史上最大的游艇换照舞弊案 那检调就发现了 这个坊间啊 贩卖味造泛滥了 那其实呢 更不乏这些政商名流啊 还有公务员 甚至还有一些政务官 船长和渔民哦 也都在买照的行列 而且呢 就像老鼠会般哦 这个层层抽拥兜售 那航港局竟然没有人知情 那是直到调查局 桃园市调查处 去年接获了勤资 那发动了三波的搜索 查出全台竟然有超过2000人 向这名送信记佐 行贿取得驾照 不法所得是上看千万元 航港局才会紧急来补漏洞 好 以上是这碟扫报提供给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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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